在《星爺功夫》這部電影裏 作為一個武林高手 他就是飾演火魂邪神的梁小龍 講到梁小龍 其實在1981年 他和王元申拍了一部電視劇 叫做《大合霍元甲》 裏面他飾演陳真這個角色 就是風魔大江南北的 一舉成名 梁小龍的身手當然很好 所以在香港演藝圈有四條龍 哪四條龍呢 就是李小龍 梁小龍 成龍 和敵龍 可想知道他的功夫多麼厲害 梁小龍的功夫厲害得如何呢 話說我接觸他的拳頭 有很多枕枕 即是起柬 因為打沙包 打得多 自然起柬 還有他的拳頭 好像沙包一樣那麼大 如果還有一拳 估計都可以暈兩天 話說有一次 他不知得罪了什麼人 有一次他就在自己的武館裏面 坐電梯 打算到樓下 離開 突然間電梯裏面 進了幾個人 那幾個人 原來過來 和他尋仇的 大家都帶了一些刀 這些武器 大家想一想 一個密閉的空間 在電梯裏面 他一個人可以逃手來保護自己身體要害 並且和那些人可以一路周旋下去 畫面是多麼厲害 直至到電梯到了地下 然後就一條煙一流煙地衝出危險的現場 除了受到手腳的輕傷之外 他絲毫無損 可想而知他的功夫是多麼厲害 我和梁小龍 雖然未拍過戲 因為他真的是我的前輩 但我和他親弟弟拍過一部戲 他的家族有很多兄弟姐妹 他的弟弟排最後的 叫做梁十一 那梁十一究竟是誰呢 大家留意一下 在桃鶴威龍裏面做壞學生 就是梁十一 大家留意一下他們兩兄弟的樣子 像不像